TVB监制和编剧之所以脑洞大开年年高产 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被领导逼出来的 有传言曾理真每年初都会把编剧们集中起来 疯狂写剧本 三天不回家 凌晨两点睡 都是经常的事 好不容易写出来了 结果被真解三连两语的给否了 也是经常的事 更可气的是那种为演员量身定制的剧 结果被放了鸽子 剧本又得重新改 总之在TVB当监制 不疯不魔不成活 本期的波罗巨叨叨就和你聊聊 TVB监制和编剧是如何被逼疯的 23年前TVB拍了一部精细剧《南京女爱》 总共100集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有人说就算拍200集我也看不烦 那你敢相信当初编剧写这个剧是为了泄丝愤的 天天被真解要来喝去 鲍伟聪作为一个男人很受气 什么时候TVB变成女权至上了 鲍伟聪大家应该对他不陌生 像《宠物情缘》 《天地豪情》 《一号黄亭》等剧 他都有参与剧本创作 也算是TVB的金牌写手 为了表达心中的不满 他利用《植物之变》写了一部《南京女爱》 来讽刺TVB的女权主义 虽然刚开始只是为了泄愤 但后来越写越上瘾 观众也越看越起劲 对于鲍伟聪来说 这无心插流柳成英的举动 还要感谢把他逼极了的TVB 鲍伟聪把自己在TVB的感情和所见所闻 全部写进了《南京女爱》 很多同事们看后都产生了情感共鸣 虽然这部剧是为了讽刺高层泄丝愤 但鲍伟聪的暗语手段很高 不会让人对号入座 所以也未必有人能看穿他的小心思 据说黄子华在演这部剧的时候 仿佛也get到了什么 于是擅自改剧本和台词 把自己压抑很久的话 也利用剧情开始吐槽 编剧鲍伟聪笑颜 知我者非黄子华莫属 他改动的台词 看成画龙点睛 看来黄子华也入戏了 TVB拍《创世纪2》的时候 困难重重 不是演员不到位 就是高层施加压力 最后逼疯的监制和编剧 顶着重重压力 边拍边写 终于把这部剧给送到了大结局 先是拍摄期间 陈慧珊被查出听力出现问题 导致他饰演的角色 只能早早下线 只有在结尾的时候 客串登场了一下 陈慧珊走了 编剧为了应付这突发事件 只能挥泪斩断罗家梁 和陈慧珊这段官配 找来郭可营救场 已经死去的陈颖星 突然出现在第二部 确实不妥 于是编剧搞出了 孪生妹妹这种韩剧里才会出现的狗血剧情 一看就是监制被逼疯了 郭可营饰演的高美德和大傻陈奎安 居然成了妇女 这种明显不搭的画风 突然有了一种古惑仔的急事感 除了陈慧珊英命退出外 台湾艺人吴启龙也因为合约和档期问题 不得不提前退出 按照原定剧情 吴启龙饰演的叶家三少爷叶荣亨 在遭遇重大辩护后黑化 成为终极大boss 和少美琪饰演的Tina 吴启龙的退出赵美琪的好戏也戛然而止 没啥存在感的他也就早早离场了 监制简直要气晕在厕所 吴启龙的退出只能把所有坏事都写在古天乐身上 这种强行让张自立成为最大反派的节奏 也被观众吐槽不合理 但编剧哪还能管这么多 只要这部剧能拍到大结局 这就是胜利 估计监制和编剧拍《时机2》的时候 每天身上都背着塑笑救星丸 为了让张自立黑化逆袭的过程完美且合理 编剧只能将对手的智商下线 这种掩耳盗铃的模式 大家能忍就忍吧 霍景良都没脾气了 第一部运筹帷幄 第二部就变成了冲动的恶魔 最后被张自立瓮中捉鳖 你想想是还能比霍景良更憋屈 是谁导演这场戏 在这孤单角色里 对白总是自言自语 对手都是回忆 看不出什么结局 一首许如云的独角戏 送给我亲爱的七七一 都说TVB编剧脑洞大 这种工作强度 没两下子怎么能应付得来 流水线作业 卖猪肉的绝对叫猪肉绒 卖鱼的肯定叫卖鱼盛 还有菠菜莲 刀疤墙 大口鹰 论启明 我只服TVB 比如唐新风暴之家好乐园里的莲子蓉 听名字 感觉天生就是做月饼的师傅 在警匪剧里 TVB编剧启明更是一绝 比如说欢喜歌 脸上一直在笑 内心却极度阴险 辣浆形容做事风格独辣 还有bocob say laughing歌等等 这种启明方式极具港味 中英结合善用理语 粗俗且易懂 普通且有趣 这或许就是被逼出来的极致吧 没有套路如何一年写十个剧本 所以说好编剧都是逼出来的 好兼职都是吼出来的 TVB编剧未完成工作量 呈现出的剧情也会颠覆我们认知 比如李耀小眼的大太监 剧里的慈禧简直就是圣母 李莲英的形象也被塑造的过分美好 有人骂TVB篡改历史 但TVB编剧却说 什么是历史 历史只记载事情 但从不记载人的感情 我们从来都没想过要改变历史 只是用一个普通人的成长角度 来描述李莲英 总之地有多大产 人有多大胆 不把人逼疯就不是TVB了 你认为呢 评论区聊起来关注 我怕你想看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咯